大家好,我是韋翟Wireless 第一次出SOLO 有什麼感受? 第一,當然很開心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去做 都很順味 我去年組成了Straise女團 今年又可以出SOLO 真的很開心 而且很感動 因為這次這個作品 也有很多朋友 或者很多工作人員 都很有心幫我 他們所有人都很敬虔 有什麼期望? 我自己很希望 這是第一個作品 我自己是覺得 很展示到展望 韋翟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我也很想 之後每一個作品 都好像這首歌 一個韋翟的人 的作風 一個風格 首歌是說什麼? 其實是說韋翟 怎樣在一個很迷失的自己 裡面找回韋翟應該是怎樣的人 我自己給了一個要求給自己 就是我要在出歌之前 要找到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是在我剛剛組成團 之後給自己一個目標 因為當我組成團之後 我就發覺原來我是一個 都很沒有想法 或者都很沒有性格的人 我自己覺得 怎樣發現呢? 就是我去跟組員 去溝通 或者去量度 或者那個音樂想怎樣拍 曲風想怎樣 做每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 其實我完全沒有什麼想法 也沒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就給了一個 一個時限給自己 就是我要在半年至一年 去找回自己 找不到就不要出歌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是無論是新人 還是怎樣做一個藝術 應該是有自己的 味道 或者是想法 所以其實這首歌 就是在我完成了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心路歷程 所以其實這首歌 都是說的是 阿偉喬 在《造星》 去到現在的一個心路歷程 在這首歌裡面 其實從一開始 去到成品 或者出街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不斷 持續追蹤 整件事 就是由 約了監製媽媽 出來 去構思那首歌 應該是說什麼的時候 我就開始 用自己的看法 去給一些意見 所以整個過程 其實我都在參與中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多心思的東西 都是我很想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對我來說 一個突破 另外就是 因為其實 那個情節裡面 跟導演去談 怎樣去拍這個MV的時候 其實我很想自己 有一個不同的造型給大家看 而這件事 最突破的是什麼 就是我試了長髮的造型 因為在一個故事上 也有一個關係 另外就是 我也很想 再做一些 大家未看過我的造型 因為其實我之前 可能短頭髮很短又有 然後中長度又有 而今次我也很想 自己很久沒試過長髮 也想試給大家看 所以是想在第一個Solo裡面 給大家看的東西 深刻的地方 我最深刻其實都是 看到 每個工作人員 都真的 我們拍攝了 差不多20小時 他們真的 每一分每一秒 都好像很精神 而我自己 其實中段 都開始很累 然後 很深刻就是 他們為了每一個 鏡頭 或者 甚至是0.5秒 他們都準備了很久 而且 每一個東西都設計過 這是我最深刻的 而且我很尊敬他們 另外就是 排舞 這次我排舞 我找了 Momo 排舞師 整個過程 他很努力地 在整個舞裡 找到 跟我的面向 去跳 很多不同的感覺 而這個過程 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我是 挺大壓力 因為始終 第一次叫做Solo跳唱 然後 學一些 不是拉丁以外的舞種 其實時間 也不是很長 所以那段時間 很大壓力 但是 我有兩個 Dexas 和 排舞師 都給了很多支持 所以 我也 很深刻 因為 有時練習 都會有一些 很大的感受 而他們一直支持著我 我自己 在拍攝 和 成品看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 場景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 場景 有很多 很混亂的 椅子 然後我在中間 是 有些 正面的東西 有負面的情緒 或者狀態 都有 那個景 我自己是覺得 很有意思 而且我很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那張椅子 是在說 很多不同的觀眾 因為其實我自己 可能入行之後 會有很多人 會告訴你 你應該怎樣做藝術 你怎樣做 怎樣包裝 怎樣去定位 怎樣去 賺錢 而那一幕 就是 我便覺得 很多觀眾看著我 而那些觀眾 可能給了一些聲音 而你 都被這些聲音 混亂了自己的 心 心想怎樣 而中途 其實這個 我真的 一個真實的自己 就是 那時候 我聽了那些聲音 本來 我就不太清楚 自己想怎樣 然後 後來聽了這些聲音 之後 我嘗試去做一個 別人的聲音的事 我覺得 我不只要 只是這樣做 我應該還有很多 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 其實那個景 我自己是很 很有感受 很有感覺的 我自己最喜歡 是 《萬化不留》 唯獨我一個 我之前一直在說 《萬化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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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